你 敌君 你这是被谁给伤了 我爹说 既然我在凡间 已经失身给敌君 就要打死我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就为了见帝君一面 然后 尽了笑意 让我爹打死我 帝君 你这伤 倒像是真的 险些把我给骗了 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 我碰你伤口的时候 你也该略微躲一躲 喊句疼 疼 我 学得再像一些 封酒错了 这伤是假的 谁教你的 承煜 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 别的不会 骗人的把戏 倒总能翻新 是凤酒求他教我的 就帝君只怪罪于我 不要牵连他 小狐狸 在凡间那间破屋 我就与你说 当断不断 骇人骇己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和你的救命之恩 已经有了了断 今日你又来我这太臣宫 是为了什么 因为你要应接 所以我想陪着你 究竟是谁告诉你 我要应接的 不能说 你可知道 我大你多手 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 数十万年 多少个沧海桑田 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 你都不曾见过 你也不曾见过 我双手燃血 杀红了眼的模样 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 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 可是凤九 你眼前的这个人 并非真正的我 和你在太臣宫斗趣的人 也并非震动我 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 更不是我 你眼前的这个人 不仅是昔日定律法 长生死的天地共主 还是没有七情六欲 不知红尘为何物 无论你做什么 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 东华子府 邵阳君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你走吧 现在就走 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 都被他识破了假设 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 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 四命 你给凤九讲讲 话说 天君还在强宝石 帝君就以以战指战 率领座下的诸神 平定四海了 当然小仙知道这些 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 帝君都这么老了 难怪要应劫 应劫 帝君要应劫 难道不是吗 你日日跟着帝君 竟然不晓得 我自然是晓得 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 你二人可知道 这应劫是多大的事 帝君曾是天地共主 倘若他要应劫 早就九天同杯传遍四海 怎么会如此地悄然无虚 又让你二人知道 那 他不会应急了是吗 当然不会 而且我敢保证 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 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 别忘了 他可是这天上地下 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 命应来的 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 承煜告诉我的 我是那天无意间听 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 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 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 你怎么不问问我呢 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 我才能听见 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 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 我爹若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打死我的 出来吧 帝君 你还想闹到何时 我 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 以为帝君命不久矣 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 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 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 我们曾经在凡间 那不算什么 算 在凤九心里 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 那只是在你心里 那只是在你心里 凤九 你想让我说多少次 与我在凡尘那节 仅是妒解 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 没用 你我没有缘分 不可能 不可能 东华 若你心里没有我 那你为何要去那个仆屋子 你是放不下我 若你放不下 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 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 好了 我曾经在冰静 你 sec在冰静 我曾经在冰静 身吴冰静 我曾经在冰静 我曾经在冰静 谁也不是本般 你凡能 在冰静 我曾经在冰静 自己的冰静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对我 如此狠心 我对谁都如此 不是这样的 不该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知道 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 你爹来求我 让我娶你 我爹 求你娶我 不错 我爹求你 你都不愿意娶我 不错 是我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不 我爹他从未求过人 从来都没有 我不该这样 我不该给秦秋丢人 是我一直在给秦秋丢人 我不该救这东华帝君 我爹 我真是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